我叫于天一 我是非常喜欢植物 硕士期间呢 从事的是植物分裂学研究 现在呢 主要是在画植物画 包括植物科学画 以及一些生态环境啊 一些插画 植物科学画呢 它一直以来都是一个 非常小众的一个画种 从事的人也一直不是很多 不管是外国还是国内 我是从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学画 然后同时呢 也对植物感兴趣 很偶然的机会 把它结合了起来 一般来说我们说科学的画 科学绘画的时候 它其实是为科学服务的 它有很强的目的性 这个画呢 就要 一是提供科学信息 二是就要严谨 它需要反映植物 反映各个生物物种的 一个真实的形态 那真实的形态呢 就需要植物科学画家 仔细地观察 我小时候是一直在 北京城里面生活 北京城可能 大家都觉得是一个 非常发达 非常现代化的 一个巨大的都市 但是其实在北京城里面 有很多生物种 同时跟我们一起生存 像北京的植物 之前统计 大概是2300多种 然后我去英国留学嘛 对那边的野生物种 也有一点点了解 英国的植物 排除那些非常稀有 非常罕见的 大概也就2000种左右 所以一个北京城 就已经要比 整个英国的物种 多样性要更丰富 北京城里面呢 有很多城市公园 包括一些皇家园林 很多皇家园林 它都是保留了 在里面生活了几百年的植物 那这些植物呢 它其实是维持了一个 微小的一个生态系统 使得这个区域内的 生物多样性 其实是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状态 一些皇家园林里面 保留的老树 很有生物信息 和文化信息的价值 我们可以看出来 那个年代的 就是古人喜欢栽培 什么样的植物 它保留到了今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像北京赏花呢 主要是两部分吧 就是一部分是看野生物种 看本土植物的多样性 比如说像北京城的 西边和北边 围绕着很多山 烟山山脉和太行山山脉 肯定是有山脉的地方 它的物种多样性会高一些 像我们出去看花 或者观鸟 或者看昆虫 都会去北京的西边和北边 还有就是北京房山和门头沟区 那些石灰岩的崖壁上面 有很多独特的物种 七叶铁线莲 独根草 和防山子井 它是跟石灰岩半生的 它只长在这样的环境 我们一般叫北京崖壁三宝 都是颜值非常高 非常漂亮的野花 很值得一看 然后城市里面 其实以前也有很多 和人类共同生活了很久的物种 但是现在由于城市化的进程 这些物种慢慢地 从城区开始退出 然后郊区的这些村落里面 还保留着一些 但是城区已经很难见到了 然后北京城市公园里面 也有很高的物种多样性 不过主要是栽培植物 园艺植物的多样性 其中也有物种多样性 和品种多样性 前几年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逛北京的专类园 像渊潭公园 它是一个樱花专类园 然后春天的时候 樱花盛开的时候 它非常漂亮 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去看樱花 看樱花的时候 如果种的都是 最常见的那个品种 叫燃景吉野的话 那就是一片都是白色的 像云一样 它漂亮是很漂亮 但是缺少多样性 看起来虽然很壮观 但是不丰富 但是像渊潭公园 它种了很多其他的樱花品种 极大的丰富了这个景观的多样性 栽培的品种多的话 对于游客来说 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 就可以看很多不同的品种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问题是存在的 但是同时也是在不断地改善的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自然的景观是应该保留的 自然的植位是应该不去破坏的 并且我们应该更多地去保护 保留和引进一些原生的本土的物种 像我认识的有些设计师老师 他们也开始注意到 应该采用更多的自然景观 采用更多本土物种去进行设计 所以现在北京城里面也出现了很多 这些利用乡土植物的公园 以及保留本来的自然环境的 这样的一个生态公园的设计 因为乡土植物 它不仅是能够很好的适应本土的环境 能够长得更好 同时它也可以让人去认识到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 它本来应该生长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物种 同时呢 它甚至还可以保护一些其他的本土物种 比如说有些昆虫 它就是依赖这个乡土植物的 它就是会被某些乡土植物吸引 那么在这里栽培一些这些植物 会不会有些昆虫会回迁到这里来 重新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本土的一个生态环境 这都是一些近几年我看到的一些改善 优优独播剧场